我不走 你必须走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 我哥哥死在上海 他死得不明不白的 他是被那个中村害的 我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 你怎么还不明白 日本人会跟你讲公道吗 行吧 什么也别说了 你先去重庆 在那儿没人能气愤你 至于那个中村 我一定替你收拾了 算是还你哥哥公道 行吗 玄武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什么 我是个戏子 我知道 这有什么呀 你真的不在乎吗 你到底走不走 我还是不能走 我也走不了 为什么呀 那个叫杜边阳的盯上我了 他每天都来接我去西院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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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打不过他的 你快走啊 你快走吧 宣伍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不想你出事 不能走门 你还是走窗户吧 快走吧 你放心 准备好了我就来接你 你快走吧 宣伍 我去奖银子 唱歌 软和声 会对我来 我去奖银子 我去奖银子 有时候我去奖银子 你烫银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自己画的 是 你喜欢中国的文化 不是喜欢 是必须要研究 哦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想要彻底占领中国 打败中国人 就必须要研究他们的文化 坐吧 你觉得中国的戏曲怎么样 中国戏曲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捷径 来到中国之后 我研究了中国戏曲 我喜欢上了她 你这画的是谁的脸谱啊 这是霸王笔记里边霸王项羽的脸谱 她因为一个女人挨断时运不济 而丧射到她的军队和国家 她是一个懦夫 是一个失败者 如果你是她呢 如果我是她 我就杀掉这个动摇军心的女人 带领八白铁剂冲出重文 和刘邦一决告敌 就那儿 我有个请求 说吧 我想在上海看霸王笔记这首戏 机关长 请您不要答应殷僧勇的要求 为什么 为了他的安全 之前山田中尉 和加藤中尉的事情 已经让我们很难堪了 是的 机关长 这要太冒险了 不 我不但要答应殷僧勇的要求 我还想让他登台唱戏 这次授训大会 是为了宣传 打日本皇军的不可战胜 原本就是一场政治战争 是战争就有迂回 政治就要有软硬兼施 让殷僧勇去跟中国人一起唱霸王笔记 不正好突出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和善吗 这将是大东亚共荣过程中重要而华丽的一笔 渡边 你好像跟那个唱戏的很熟嘛 是 对不起 我以后不再去了 不 你更要去找他 让他为我们服务 实在不行就把他弄到重光堂来 机关长 您的意思是让杜边把石玉清绑来 您隐身有长戏吗 不 要让他心甘情愿地来 会有更合适的人去把他请来 谢谢小野社长 石小姐太客气了 您的这出贵妃醉酒啊 听得我都醉了 真不愧是一代名角啊 小野社长抬举玉清啊 石小姐 我有一事相求 还望您能够答应啊 您千万别说求这个字 玉清啊承受不起 有事您就请讲吧 我想请您教我的一位朋友唱戏 一清尽力而为 好 那我明天就派人来接您 您请回吧 明天不用来接我了 为什么 明天有人来接我了 我要去教戏 是小野俊夫网 你怎么知道的 以后我们见面的时间会很多的 你知道我要去教戏的事吗 当然 你是去教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唱戏 日本人 日本人 我不会去的 你必须去 我不去 你不要过来 是小野俊夫网 你帮你表哥 顾也平逃跑的事 我们还没有找你呢 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注意 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注意 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 这个戏 你必须去教我 是小野俊夫网 再来 干什么 来 让朵 这 clues 不一定 请 都没有 爱 狄 都院长 floods 沒阻止 看样子施语卿被渡边阳控制住 大哥 咱们杀了那帮人赶紧把施语卿救出来 要不然他 别着急 再等等 要可以动手 大哥 你们快上去 我来帮忙 是你们啊 你们快走吧 楼下有日本人 放心吧 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怎么还在收拾东西呢 算了 我们要紧 我大哥已经答应送你走了 谢谢你啊 我以前错怪你了 不说这些 石小姐 你跟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我走不了了 路边阳已经盯上我了 还逼着我给他们的什么日本勇士交戏 一会儿就要来接我了 日本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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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柜子来了 车 大哥 那他 你们走吧 杜边阳他不会对我怎么样 你 我作为一次 你 好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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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石小姐没事就好 没什么 时间不早了 请石小姐跟我们出发吧 机关长在等着你 请吧 臭 臭 臭 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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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 老死 老出 老死 老生 老 Louisiana 老出 datos 老出皆さん 罗小姐 挺有闲情意志啊 不请自来 这不像你灵狐的秉姓啊 听说最近 你带着白虎他们到处做生意 现在突然来找我 是生意做得不顺 还是生意做得太好 来找我炫耀 行了 罗小姐 生意顺不顺 是我们自己的事 就不劳你费心了 那你来干什么 卢展飞干了什么 你都应该知道吧 而且干的可以说是 既卑鄙又无耻 别人在前边冲锋陷阵 他在后边捅人家刀子 对吧 还是我帮你骂了吧 明虎 就在眼前的这片租界里 你应该看到了 也听到了 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你就不觉得伤心吗 伤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后庭花 杜牧的这首诗要搁在现在 骂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咱们都知道 要是指着这些人 日本鬼子永远不会有被赶出去的那一天 所以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 少计较一些事 齐心协力 把我们该干的事情进行到底 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这话太见外了 你也知道 只要是我罗碧月能做的 我一定不会偷懒 帮我把石玉清救出来 救石玉清 据我所知 他被日本人逼着去交唱戏了 应该不会有危险 不用救吧 这么说你知道这消息 还不确定 我也只是恰好听说了 你别着急 这样吧 我先去打听一下 有什么消息 我会通知你 好 那我等你消息 应三勇 这是上海明灵石玉清小季 以后就由他教你中国戏曲了 请多多指教 石小姐 请 你也走吧 不要在这里打搅他们了 是 你想学什么戏啊 霸王别姬 你不想 Looks like 二哥你让着我出去 大哥说了 你哪都不能去 去开门 老四 我炖了苦瓜汤 一会儿你喝点清新火的 我喝什么苦瓜汤啊 我这心都快变成苦瓜汤了 老四 你别着急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这石小姐 大哥正不找罗碧月 打听情况去了 你就老老实实呆着啊 等等 等我等到什么时候去 我都快吼成酸黄鹅了我 大哥 怎么样了 卢小姐说什么呀 等 又是等啊 我等着 我等着 老四 你敢出这门 我就没你这兄弟 听大哥的 我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 我等着你 想不让你 走 我等着你 鼻子 你 走 砌 狐狐身 君王一切尽 尽情不良 你这个蛊惑君心的女人 你这样的 我杀了你 你是这样的 你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我杀了你 我是这样的 我杀了你 你离开我 对不起 施小姐 别过来 怎么回事 警官长 对不起 是我太入戏了 对不起 施小姐 她太入戏了 没 没伤到你吧 今天就学到这儿吧 斗边 把施小姐送回去 是 快点 施小姐 请 施小姐 我只是太入戏了 有话明天再说 快点 快点 进来 施小姐 施小姐到了 快请 请 小野社长 哎呀 您这是要出门吧 我打扰您了吧 罗小姐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不过是 刚想去看个朋友而已 哦 罗小姐今天来 我是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的 请您去看石玉清的贵妃醉酒 哎呀 恐怕今天 咱们谁也看不成 施小姐的戏了 为什么呀 袁田机关长 把施小姐 请到冲光堂去了 好啊 袁田机关长请唱堂会 也不叫我去凑热闹 看来 是把我当外人的呀 哎哎 洛小姐千万不要生气 袁田机关长 请施小姐到冲光堂去 不是场堂会 她是为了 让她教我们 关东军的勇士学系 等过去日子 施小姐和我们关东军的勇士 同台演出的时候 一定会请罗小姐出席的 哦 这名字怎么收了 大哥 是不是那个来授勋的日本战犯啊 对 好像就是她 那个杀人如麻的混蛋 大哥 不能再让施小姐去找她 让她唱戏了 可施小姐现在不去 小鬼子也不会轻易放过她 到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还去 先稳住鬼子再说 等他们放松警惕了 咱们再想办法把施小姐救出来 大哥 咱不能这样 这对施小姐来说太危险了 这样吧 我护送她走 渡边羊那小子来了 大哥 现在就从施小姐走吧 走 施小姐 我们走 不 你们走吧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还是要去的 我要是怕了他们的话 我就没有机会去替我哥哥报仇了 我要为我哥讨回清白 加紧搜捕 是 英森永啊 看样子你就要返回关东军了 请机关长明示 到现在为止 前来寿兄的勇士们 除了你们三个 其他的全没了音讯 我估计军部是为了勇士们 在上海的安全考虑 再加上现在的战事又是这么紧张 路上也不好保障 所以取消了这次寿军活动 军部不应该因为山田和家藤的死 而向中国人低头 这就好像是鱼鸡的谗言毁掉了霸王的信息 京森永 你对中国的戏曲有点研究 但是你对上海的地下战争 太不了解了 对于这些地下组织 我们在中国东北也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 我愿意帮机关长除掉他们 你有什么主意啊 既然他们这帝国的勇士这么感兴趣 那就请把我摆住 让他们来杀了 射陷阱 你这个想法可是很危险的 您不是想通过我和施玉清唱一出戏 向中国人民表达大公亚共同和和谐吗 我只不过在这基础上再添一把力 消灭了一箭双雕 这样总部就可以放心地举行守寻大会了 可是这样的话就要冒非常大的危险 现在主要的是保证阴森永中为学好戏 那陷阱呢 这个你就不要瞎操心了 我还得认真考虑考虑 是 这个请您放心 卢老板那边我会处理妥当的 现在还不是给他发货的时候 我想等确定了下批货的来路 再给他配货 下一批货的来路跟前两批货 应该是差不多的 是 是 我今天就去确认 是 大叔 给我备车 我要去重光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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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好 哈哈哈 机关长 罗小姐 请 罗小姐 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呀 我今天来啊 是向机关长问罪的 你们把石玉清给包了 害得我没地方看戏不说 我一连两三个生意 都因为这个没谈成 我的损失可是大了啊 您还笑 您让石玉清唱堂会 也不叫我来凑热闹 看来机关长是把我当外人了 这是我的不对 你的损失我不能赔给你 但是我绝对没有把你当成外人 这样吧 仲川 你先出去吧 是 我手里啊 有一批伐木的货物 可以送给你 就算我给你赔罪了 啊 机关长您可真是会做生意啊 反正也是我替您销货 不过啊 看不成石玉清的戏 可真是怪闷的 不过下次唱堂会您可得叫上我啊 干吗下次啊 今天就有 真的 真的 大哥 我这石玉清她进去那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长吗 还不到一个小时的 他 你还不让我看 我比也刚进去 再说还有班主和独鞭鞭鞭鞭 不过有事 不不 怕的就像独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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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敬请 免得带我过你 请示 不哭 不哭 机馆长 您手下有一位这么会唱戏的军官 以后啊 您可以在自己家里开谈会了 哎呀 实不相瞒 这并不是我的士兵 而是关东军来的勇士 听说石玉清小姐的戏唱得好 千里迢迢从洞里跑过来 向她请教 你看她戏唱得怎么样啊 我哪是懂啊 我就是平时爱听两句 票我都算不上 奶卧 奶卧 哎 机馆长 这戏不对吧 平思勇 对不起 罗小姐对戏曲也有研究 你的戏唱错了 还请罗小姐多多指教 哎 指教不敢当 毕竟啊 这在台下唱戏和在台上唱戏 是不一样的 机馆长 我想到石小姐演出的舞台上 去感受一下 有可能是陷阱 你还去 去 刀山也得去 就算是陷阱 最危险的也不是我 是石玉清 那倒是 一个稳弱的小女子 天天和杀人魔王打交道 她真不容易 有什么该我去做的吗 帮我盯住了陆展飞 别让她给我盗盘 我会控制她的 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就是了 杜鞭 把石玉清身边的特工全部撤掉 杰官长 万一灵狐他们帮助石玉清逃跑怎么办 灵狐现在没有精力帮助石玉清逃跑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用石玉清 把英森永勾出来 我们得给他接触石玉清的机会 杰官长 您确定明天 灵狐一定会去西院吗 明天他一定会来的 他是一只贪吃的狐狸 大东亚饭店加疼的事情 已经让他的贪心膨胀起来了 你们只要布置好了大王 等他往里钻就可以了 是 杰官长 请给我分配任务吧 你的任务 就是玩 在西院好好地玩 完全放松地玩 让开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没有办法 我对你没有恶意 你这点你心里应该清楚 只要你以后别来烦我就行 老二呢 老二呢 算命 大哥 我怎么没看见日本人的变异 西院后的也没有 那怎么办 先等等 佩ком 许子 你是不是 关rol 我看着你 发职 走开 我来了 多来 八十七一 中间等下师位 中间等下师位 和所有人说要注意隐蔽 凌湖不进戏楼不许先生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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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发现鬼子的特工 这么风平浪静 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这人也太成功了 以为咱们都死绝了 这事有点奇怪 文天这老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是 大哥 既然鬼子没有埋伏 咱们现在就杀进去 一定能够杀了阴森永那小子 而且还能安全地出来 小朋友 帮我个忙好吗 小朋友 帮我个忙好吗 小朋友 帮我个忙好吗 二哥 三哥 超 bug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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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啊 不哭啊 陪我一块看吧 反正我一个人也闷得好 冰一若一 一灭祖国神 君王一气 一惊 惊奇不了身 大哥 这小孩记性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别着急 咱懂懂 来了 里面有多少人啊 三个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两个唱戏的一个看戏 走 来 副主管 他们上钩了 开始想动吧 不 再等等 等他们全部入网之后再动手 是 是 等等 赶紧撤 快 走 胡宝官 林虎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不会 外面没有我们的特工 他再狡猾也看不出破绽 这是他的天性 他很紧实